大家早安 當時我老婆看到第七集的這個烏太太主婦生活 這個walk 當中 我有拉了一杯這個咖啡的拉花 那我老婆就覺得我怎麼那麼厲害 可以說是那麼漂亮的拉花 所以今天我就來教她如何做一杯真正的拉花還有卡布奇諾 Check it out 今天來用的咖啡豆是好市多Kirkland Espresso專用的深培咖啡豆 它的顏色比較深一點 喝起來的味道應該會比較苦一些 如果你們家有像這樣子的這種兩匙 一個一人份Expresso的咖啡豆大概要用兩匙左右 但是我沒有再用這個咖啡的 接著我們拿起這個去眼科看視力檢查的時候 醫生會拿給你 叫你先尖身遮住左眼 請問你現在看得到上面那個數字是朝哪一個方向 我們拿起這個 然後把畢咖啡的這個杯子裝進去 那我們來磨剛剛這個好市多 Turkland的豆子 那我們在磨咖啡粉的時候 盡量要把它的這個刻度調到最細最細的那個 磨出來的粉才會細 那磨粉磨細的用意是幹什麼呢 等一下我們要把它填平 然後壓扎實 好當多餘的咖啡粉撥掉之後呢 我們拿起這個像排檔頭 這個填平器 然後我們稍微把它敲一敲抖一抖 盡量把這個咖啡粉壓得平均壓得扎實 那你要怎麼把它壓平均呢 其實可以利用你的食指跟大拇指扶住兩磅 感受一下 兩磅 兩磅 感受一下它的這個高度大概在哪裡 確定位置之後 輕輕的壓一下 拿起來 噔 大概就會長得像這個樣子 接下來呢 我們就 要記得我們剛剛填平好的這個咖啡粉 裝上咖啡機如果找得到中的話 我們先把兩杯準備好 接下來要把牛奶 倒到 涼杯裡面 那大概要倒到什麼位置呢 這個杯子前面這邊尖端 有一個 刻痕 那在這個刻痕剛開始突出來的位置 也就是說大概在這個涼杯的一半以下左右 我們要把牛奶倒到 這個地方 嘿 こういう感じです 那當牛奶倒好了 我們就先來滴我們的 Expresso 那剛剛呢把那個咖啡粉壓平壓扎實的用意 就是為了要讓這個液式咖啡精濾出好的Expresso 那最重要的是咖啡裡面的油脂 又稱之為CREMA 如果壓得漂亮的話 它應該會炸的油脂 它應該會炸的油脂 就這樣非常容易 好 那因為我們今天要做Cappuccino Cappuccino的意思就是 Expresso咖啡跟牛奶組合 那牛奶的比例佔比較多 所以我們的咖啡大概到四分之一杯就可以了 那我們接下來要把牛奶用蒸氣的方式加熱囉 加熱的時候要注意什麼呢 其實很多 就算連專業咖啡廳在做咖啡的人 也常常會忽略這件事情 在牛奶加熱最最最最重要的一個關鍵 就是千萬不要燙到自己 那有的人會想說 牛奶到底要加熱到什麼樣子的程度 我的泡泡要達到什麼樣子的程度 其實它的光澤感 簡單的來說一下 奶泡呢盡量打沉 它有點像油漆的那種光亮的材質 那溫度大概要幾度呢 如果家裡有溫度計的話 當然是最好 但是其實我也不知道溫度要幾度 就以手摸到太燙沒有辦法摸的那一瞬間 就把這個鎮底加熱給關掉 好 接下來將我們事先準備好了這個Expresso的咖啡 我們讓它乘一個斜斜的角度 那等一下牛奶落下去的點 盡量在咖啡杯的正中央 好 開始囉 好 這個就是一個 成功的 這個摩卡 不是 對不起 不是摩卡 這就是一個 成功的卡布奇諾 加上這個最... 哈哈哈哈 喝看看 喝看看 其實一個好喝的 卡布奇諾重點不是在它拉花到底漂亮還是不漂亮 重點是在它好不好喝 這個是好喝的 經過剛剛這個簡短的分享之後 相信大家應該對如何做一個卡布奇諾 如何做一個簡單的拉花 有了一個初步的了解 好 那接下來呢 就讓我的老婆 來實作 給大家看一看 她剛剛在這幾分鐘之內到底學到了什麼東西 啾 看 感覺就壓得不夠大力 嗯 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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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剛剛那個咖啡流出來的流速過快 就代表剛剛壓得沒有很紮實 嗯 太多了 你好像倒 哈哈哈哈 這花蕾蕾在抖耶 小蕾馬 怎麼那麼久哦 這打個奶泡打1.3一秒 從這個拉花的那個看起來 你看那個奶泡的顆粒就太大顆了 破掉這樣就不是很好看 不過就像剛剛講的 重點不在這個拉花好看還是不好看 重點在這杯咖啡好不好喝 我覺得有點苦欸 因為剛剛那個沒有壓很緊的關係 它流出來就是苦苦的味道 好如果喜歡我們的頻道記得訂閱按讚分享加開啟小鈴鐺喔 掰掰 今天要用的咖啡豆是好事都 好事都 要不要重來啊 不知道這叫什麼 看過封房